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呢,咱们在书馆里也提到了这个缅甸人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也就是大象兵 这个象镇呢,是东南半岛上特殊的这个战争方式 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攻防体系 那么有人说呀,那这个缅甸就是依靠这种象镇才能和这清军对驰的吗 哎,还真不是 我想啊,咱们有必要拿出一点时间来呀 聊一聊这个大清朝的对手,缅甸的共往王朝真正的实力 这乾隆皇帝从来没看得起过缅甸这个南满小邦 第三次清面战争以前,也就是明锐发兵以前 这乾隆皇帝对缅甸几乎是不了解 不光是皇上啊,包括云南本地的大臣也不了解 最早的云贵总督刘早 他和这个乾隆皇帝往来的公文上称呼这些缅兵为穆匪和盲匪 这穆匪和盲匪是什么意思啊? 这盲匪啊,指的是东须王朝的士兵 因为这东须王朝的开国国王,他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叫盲瑞铁 这王朝当中的一代雄辱啊,叫盲应龙 这盲应龙时期啊,经常派兵在这个云南与缅甸的边境上啊,滋扰声势 所以呢,这云南地方啊,才称这些缅军为盲匪 那么说这穆匪是怎么事呢? 这穆匪啊,称的是雍吉亚王朝 也就是啊,现在和大清国对战的共网王朝 这共网王朝的开国大头穆雍吉亚 他的政权啊,在瑞茂的穆书留存 所以呢,这云南地方称呼这个雍吉亚的政权呢 不叫雍匪,叫穆匪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啊,这大清朝一直到柳枣的时代 还不认为啊,这缅甸有正经的王朝呢 他认为这个缅王无非就是大一点的吐司 实际上不然呢,这缅甸当时已经是正经的王朝体系了 随着慢慢战争的升温呢 多少的对缅甸也有了一些了解 像穆匪,盲匪这种词啊 就很少在这个战报当中出现了 在军事方面呢,这清朝人认为啊 这缅甸是没有正规军 国家是不养兵的 这种看法啊,实际上不正确 也很危险 你连你的邻国真正的军事实力都不知道 那一旦动起手来啊 就像这个一次二次征免一样 那就会是两连败 那真实的情况又是什么呢 咱们就用大清国对缅甸的这个称呼 实际上呢,现在呢 是他们所说的穆匪时期 可是早在这个盲匪时期啊 还别说呀,这个鼎盛时期 莽应龙时代了 就是这个开国君主莽瑞体时期啊 这缅王啊,就有自己的禁卫军 首都白骨城啊,已经有卫队了 以首都为核心的缅王势力范围之内啊 都有他能调动的兵力 至于臣服于缅王的一些诸侯呢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吐司 这些吐司啊,也自己养兵 不过他们所养的兵啊,战斗力就更低下一点了 被称之为门户兵 听这名字,你也能体会得到 这就是吐司们的私人武装 到了这个雍吉亚王朝 也就是大清国所说的穆匪时期 这雍吉亚所建的这个兵制啊 叫兵农合一制 这男子啊,从15岁到60岁 都有这个服兵力的义务 一旦国家有战事啊 你就应该啊,受征调上前线 这缅甸人呢,打仙罗、老挝、安南以及印度 这缅王直属调派的兵啊 基本上都是这么来的 要不记说这乾隆皇帝他没见识呢 他也缺乏啊 从缅甸东南半岛来的情报 他们认为啊 这缅甸人不养军队 实际上人家的军队啊 已经分得很细化了 这缅甸的史书上 有很多专属的名词 是介绍那一时期部队的兵种的 像什么这个盾甲兵啊 弓箭兵咱们不说 还有一些特别兵种 您就包括这个相夫 还有这个烹鱼手 并且细致到啊 清相奋哲 都是专门的植物群体 按说呀 咱们书说到这儿啊 我就应该给您念念呢 这些词的原始翻译 缅甸人是怎么念这些兵种的 哎 您原谅我 关键是这学徒我呀 要有这本事啊 我就通一管了 我就不坐这儿给您说书了 那这些事呢 也不是学徒我坐这儿编出来的 您查一查 有一本这个傅贤写的书啊 叫缅甸所记 这上边啊 就有相关的记载 那么刚才咱们也说了 自这个牧匪以来啊 这拥挤牙养兵啊 叫做兵农合一 那么怎么才能保证 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呢 哎 人家有办法 也就是说 你是什么兵啊 就专门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这个村子就以这个兵种命名 翻译成这个大清朝的话呀 就叫做这个顿甲兵屯 还有呢 这个弓箭兵屯 缅兵最为厉害的 就要属这个火器兵了 前文书咱们也交代过 这缅甲兵的枪啊 有优势 随发枪 它的激发方式啊 是这个枪机上绑着一块随时 把这枪机掰过来啊 一搂机子 这机锤啊 带着随时砸在火门上 起了火花 引着了火药 这火药引燃了以后啊 在这个枪塘里膨胀 再把这颗飞子催出去 哎 这就算是开了一枪 这大清朝的枪啊 比人家的枪啊麻烦 火绳枪 它这个机锤上没有随时 是绑着一根火鸟 也就是火绳啊 把这个机锤啊 帮过去之后 扣动扳机 这火鸟啊 就贴在了火门上 引燃炮药 激发炮子 这射程上 前后差不了太多 不过呢 它射速慢 并且也危险 在排兵上 也没有这个缅甸一方 排兵的密度大 那怎么说危险呢 您想啊 那不管是缅甸一方的随发枪 还是这个清朝的火龙枪 那会儿啊 没有后装填 也就是说 这无论是炮药啊 还是炮子啊 都是从前边枪口处竖进去 捅紧了 再开枪 人家这随发枪啊 随边干 不用考虑安全问题 你这个火绳枪 就得谨慎小心 不能连了踪 因为你那儿啊 还有一根 这个燃烧着的火鸟呢 那为什么说 这排兵部阵的密度 还不一样呢 那当然了 你既然操作起来 有这么高的危险性 就不能人挨人 人挤人 你这儿这个炮药 没引着 那接放得着了 也受不了 所以呢 在这个阵地战上面啊 这清军的阵型啊 就比较稀疏 那么说这缅甸这么好的枪 是哪来的呢 那要忘早了说呀 早了 1613年 这缅甸人呢 就抓了四百多的 葡萄牙远征军 这些葡萄牙人呢 也是活作 跑到这个缅甸内部啊 去抢金子 结果呢 就让这个缅王啊 给包了饺子了 这缅王当着这个四百人的面啊 就把他们的领军中将 叫做菲利佩德布里托 一刀一刀的给活寡了 那这些葡萄牙人 您别看他个子高高 鼻子带高 也是娘生父母养 见到这种残忍的场景啊 吓坏了 稀里呼噜的就跪到了一地 宣誓一定要效忠缅王 而且呀 是世世代代的效忠 我们不走了 这缅王也对得起他们 把他们集中安置在一个村子里 并且给这些人呢 都说了媳妇了 那这些人操演枪炮的手艺 那自然就是高明的 1613年那会儿 这缅王啊 即便是有了一支 能操控枪炮的葡萄牙部队 也不可能是随发枪 日后呢 这缅王可以通过这些人呢 向葡萄牙购买 那后来我们也知道 这大航海时代呀 慢慢结束了以后啊 这两颗牙就不行了 那位说这两颗牙是谁呀 就是葡萄牙和这个西班牙 那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先是荷兰 后是英法 等到拥挤牙这会儿啊 不但从英国人手里 买来了先进的随发枪 并且呀 军中还有法国的雇佣兵 专门负责操控火炮 这缅甸人所用的火炮 也都是先进的这个欧洲舰炮 优势就在于呀 这个装填快 机动性也强 那么说这个清军手里有炮没有啊 也有 比较小 这种小口径的披山炮啊 装填起来呀 也没有这个缅甸人用的炮快 所以呢 射速上就吃着亏呢 为了保证这些兵种的战斗力 这缅王要求他们呀 都在同一个寨子居住 并且呀 要求他们煞血为盟 结为异性兄弟 这样就能保证团结 那同一兵种的人生活在同一村子 也能保证啊 这个兵种所掌握的军事技能啊 不失传 和这个八旗制度一样啊 都不是很先进 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啊 没比这八旗制度啊 落后多少 实际情况就是啊 和乾隆皇帝所知道的情报正好相反 这缅甸国王不但有自个儿的军队 而且这军内分工是相当的详细 像兵 骑兵 步兵 水军 各个兵种从战斗人员到后勤人员 非常之完善 那么这次为了应付明瑞来攻 这缅甸一方又是做了如何的军事部署呢 昨天咱们聊起过这件事情 这明瑞最初啊 是三路进攻缅甸 后来呢 改为两路 这缅甸也是一样 最初啊 也是分兵三路迎击 后来这清军变为两路以后 缅军自然也是合兵了两路 负责在北路军迎击额额颈颈额的 是内苗西修 在主力战场负责迎击明瑞的 是马哈西修和马哈西哈修亚 这名字咱就念一回 念多了 您也不一定能分得清谁是谁 哎我这呢还紧得绕舌头 不过呀我查阅了所有手边能找到的文献 也没查到这缅兵各路到底 安排了多少部队 搬了梯子 费了两天的功夫 也没查着 但是呢我想啊 应该这兵力和清军是相当的 而且很有可能比清军的兵力要占优势 那得了 今儿啊您可以当一个番外篇来听 咱们介绍的就是这缅军的军事实力 那为什么第一次第二次清缅战争的时候 咱没这么介绍呢 因为那会儿的缅军政府军战少数 多数的呀 都是这个土司兵 缅甸大规模的部队呀 那会儿还在这个围攻先路 那得嘞 今儿咱这书就到这儿 明天呀 真得开打了 咱们得好好地聊聊这 八旗兵面对大象镇的第一次正面 冲锋 你说的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